近年来电子烟跟加热烟盛行 是许多吸烟者的新选择 不过相关的法令却不完备 议员在议会就提出质询 希望可以列入地方自制法 加强规范电子烟的使用跟区域规定 对此卫生局也表示 目前是已经进行相关规定的研讨 最快年底前就可以提出 希望在中央法令尚未完备之前 以地方自制条例的形式 来杜绝电子烟害 抽烟人口不断增加 许多地方政府也有明确的法令 明定禁止吸烟的区域 不过近年来电子烟和加热烟盛行 法令却不完备 议员陈文正在议会提出质询 希望参考新逐市做法 尽速订定电子烟管理自制条例 很多的场合 甚至我自己去餐厅用餐 我都看到很多的 抽电子烟的人 拿着电子烟坐在那边抽 可是这现在是无法可管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才会要求 DADU直选的时候提出来说 是不是我们台湾市政府 也可以比照新竹市政府的做法 赶快把电子烟这个地方自制 这个地方自制的修法定定 议员指出目前要事法及烟害防治法 都没有对持有和吸食电子烟的行为有所规范 希望市府尽速充实烟害防治教育内容 加强进行电子烟的防治宣导 在中央法令尚未完备前 以地方管理自制条例的形式杜绝电子烟害 那我们在6月17号 已经邀请学者专家来开过第一次的一个会议 那后续的话我们决定开始就进行这项业务 然后我们当然有请法治局啦 还有这些相关单位来一起开会 那我们预计 预计下个月就会把这个 这个办法 草案先拟定出来 那当然准备要进行预告 预告大概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之后呢看能不能在年底 年底或者最慢最慢 应该明年出的第一次的议会的话 就可以送进议会做最后的一个这个决议 卫生局表示 目前已经和教育局进行相关规定研讨 最快年底前就可以提出方案 也将结合跨局处的力量 落实电子烟防治工作 避免青少年因好奇心驱使 及业者贩卖而受到引诱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